9月1日晚 南加州华侨华人在洛杉矶 帕萨丁纳大剧院举行大型庆典晚会 中华情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本台晚会汇聚了来自洛杉矶 城县 圣地亚哥 等南加州主要城市的艺术家和演艺团体 既有新桥也有唐人街传统桥社的演出团队 来自两岸四地 用华美的篇章 歌唱赞美主机国七十华旦 在晚会开始前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 南加州爱国侨领张苏九上台致辞 圣赞祖国7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 感谢南加州华人华侨的爱国赤诚 为感谢此次活动荣誉主席的大力支持 大会组委会特意制作了纪念章和奖杯 并由张苏九亲自颁发纪念章 张平总领事颁发奖杯 破此殊荣的是陆强 林日生 邵文 陈惠弼 周燕宇 左和纳 孙卫华 黄慧珍 王爱玲 王蜀 张勇 本次中华情大型晚会由张苏九作为发起人和总策划 由城县华人联合会会长周燕宇担任晚会总导演 唐义舞访创败人 谢陆喜担任艺术总监 特邀著名指挥家李希林 著名导演 主持人刘伟 联媚为南加州华侨华人奉上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七点整伴随着气势磅礴的盛世中华 拉开了晚会的序幕 这场由一百多名演员参演 运用了丰富的艺术元素 如舞蹈 腰骨红筹 太极拳 太极扇 以及少林功夫来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 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参演人员中年龄最小的四岁 最年长的七十岁 老中青同台演出 这样的呈现方式 无论是规模和表演上 在洛杉矶地区都是史无前例的 本次晚会分为三个章节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中国人民强起来了 节目一彩分成 中西合璧 全部演员人员均来自于洛杉矶本地的艺术老师 和多才多艺的南加州华侨华人艺术团体 他们携手上演了一台别开生面的艺术盛宴 优雅婉转的南尼湾 尽显音乐的激昂与柔情 独具风情的民族舞级锦 展现出祖国不同民族的华彩 全体合唱团饱含深情的 为祖国献上的合唱曲目 悠扬浑厚 大气磅礴 引发全场共鸣 京剧艺术团表演的国色天香 展现了中国国粹京剧 作为传统文化瑰宝之美 妙音绕梁 让现场观众如醉如痴 2019文化中国 水利方碑全球总冠军刘申如 带来的歌曲《千年之约》 体现了海外的中华儿女 虽远在他乡 却仍然心系祖国 整场晚会让观众们在南加州 这片土地上 全方位多领域地感受到了 来自东方的独特艺术风采 并以中西合璧的表演形式 为中美双方文化交流和友谊 搭建了桥梁 赢得了观众的交口称赞 晚会在全场观众携手合唱的 歌唱祖国中拉上眉目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